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声乐技巧的第48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声乐的内通和外松 好 那我们来到第一点 那如何理解声乐的内通 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之前 我们说了关于气息 我们的腰筋 隔肌 还有呢 在哈欠 一定在这个声口这个地方的哈欠基础上 然后呢 一定要在位置 高位置 也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啊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的内通 所以内通呢 这也算是美声里面非常核心的重点 我们说美声追求它的位置统一 还有包括它的声音的通畅性 我们的声音如果没有建立在这个内通 在这个通道的基础之上呢 可能你很难谈得上是通 很难谈得上声音的这种通畅性 我们美声里面的意大利文 特别是在 这个通道里面非常容易去建立它可以说是最通的一个园字母 当然 当中有呜 但是呜 比起这个哦来说呢 可能更加通畅 所以当这个条件 我们当建立在内口的时候 这里一定它是内通的通畅性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一定要回到我们刚之前的这几讲 比如说气息的建立 在通道当中 在这个哈欠的哦当中 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 在这个通道的公路当中 要把字丢进去 让这个通道建立起来 还有包括你在咬字的时候 应该是在上面部分这个地方的咬字 那我们说到 今天提到的这个外松 是什么意思呢 外松就是在外嘴这个地方 要保持一个松弛的练习 比如说我们在练的时候 通道保持在哦的基础上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外嘴很多去加强它 当你的外嘴 它是属于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您的这个内口 它很难去保持畅通 所以呢你的优先秩序应该说 先是要把你的内通道一定要保持住 也就是我们说要把音要唱圆 唱通一定要往哦的基础上去靠 你看在这个基础上 哦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你的外嘴是松弛 我们把啊哩哩哩哩哩哩带进来 我们用sola so fa fa mi fa mi remi 都 保持在这里 在哦的基础上 所以你这时候呢 你的最关键点地方是什么呢 最关键点地方呢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的通道 一定要保持住它 你无论怎么样 你的E也好 你的A也好 还A也好 一定要尽量去靠拢 可能你在练习这个时候呢 有个小问题就是你的闭口音 你的E E的时候呢 你说要把这个唱云 唱到你的后通道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你的E呢 一定要记得就是 高位置的哼鸣不要掉 然后你用这个E的时候 尽量是用软热 用上面的地方 舌面以上的力量来唱它 A A 千万不要 A 用下面舌面一下 这个嗓子去发力 好 这点地方 大家要切记的地方 好 好 我们说了 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内通 外松 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你也记得 内通道 这一定要特别注意 管到这个内通 建立在隔击背进的气息之上 你看您的声音 当挂在这个位置时候 它是非常的有圆润 和非常的有充满磁性的 在这个声音的通道当中 好 松弛了你的嘴型 千万记得不要太过于的用力 去把它用很大的力量 在外嘴当中下功夫 一定要在内口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来到第三个小点 我们刚才第一点部分 是关于它的内通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外松 接下来这个点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 应用到我们唱歌当中 我选了一首歌曲 我爱你塞北的血 我爱你塞北的血呢 这首歌呢 对于美声来说 它非常好的一个建立通道的 哦 所以你呢 开始之前呢 你就把这个哦 要把它唱顺 唱得非常通顺了之后 要把这个字也要唱进去 我爱你塞北的雪 也是一样 要保持这个哦的通道 所以当你在练的时候 已经感受到气息了 扩张 我爱你塞北的雪 都在你确保这些字 都是在这个内通道 然后你的外嘴 松弛一些尽量 比如说我爱 你不要我爱 你强调外面的嘴型的时候 你这个内口 它就难保持 我们现在这个 今天这一讲 最重要是呢 讲了你的通道 在未来当中 当您一旦建立这个通道的时候 当然你的咬字方面 到时候可以去再去加强 但是这一讲里面呢 最重要核心点 一定要把这里建立好 外嘴松开就好了 牙关松开 所以字你看 我爱你塞北的雪 都在这里 懒洋洋的 好我们套上字 我爱你塞北的雪 打开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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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重心点 一定要回到 你的这个 哦的口型 你的外嘴 要注重不要去畅想 乃是要说清楚 我爱你塞北的雪 这样力量就够了 不要 我爱 你一唱响它 你的嗓子 你的通道 就会发生有变化 所以尽量通道保持 气息保持 然后嘴要说 好我们来一次 你看 扩开 通道 我爱你塞北的雪 扩开 说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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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天 边 云 当你不断追寻 通道 气息 咬字 放松 你的声音会越来越 有通 越来越圆润 越来越饱满的状态 好 今天的重点呢 就是我与您一起分享的 你的内通道 包括外嘴的松弛 好 好 希望这节课能够帮助到您 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通道 让我注重你的声音的顺畅性 好 我们期待下一讲的再见 好 拜拜